会有一些微风但是不会影响到点火仪式的进行 其他天气情况让我们进入气象环节 欢迎在中方收看凤凰气象站 这两天秋老虎可算是发了威 让大半个中国都笼罩在高温烈日之下 尤其是北方地区 但是之后几天一股冷空气将会从西向东横扫我国的北方 预计从明天开始 北方大部分地区就将迎接雨水的光临了 那么高温天气也会有所缓解 进入8月份以来 我国内蒙古的中东部 华北大部以及东北的南部 就是雨水较少 气温偏高 那么从16号到19号这一次的降雨过程 将会让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和肝脏的情况得到暂时的缓解 与此同时 高温天气将会再一次的转移到南方 像浙江 福建以及江西和广东等地 明天都可达到37 8度的高温 好 下面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北京有雷阵雨24到29度 哈尔滨多云渐晴16到33度 长春也是多云渐晴19到35度 沈阳有短暂阳光20到33度 天津有大雨23到33度 霍浩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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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浩�